爱我真的有这么难吗 我要问的是一个更蠢的问题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是不是一个 很不值得爱的男人 你为什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 你别问那么多吗 你先回答我 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 你应该要先问你自己 白宗佑 难道你没有想过 你凭什么谈恋爱 坦白说 你会结婚我还蛮讶异的 因为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 只要我提到有关未来的问题 你总是会说 这离我妈还很远很远 可是现在 你不但结婚了 还生了一个那么可爱的小孩 我也觉得 对你而言 不是真的不够好啊 你有没有想过 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分手 你应该说什么 不要装作你没有听到 我问你 你难道没有想过 你白宗佑 到底凭什么去谈恋爱 拜托 你以为每个女人 都像你想的那么肤浅吗 你错了 那是因为你让我感觉 你对我是认真的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就可以彻底爱上一个女人 可是你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就可以不爱得很彻底 说得没错 谈恋爱 就是要得到快乐 你怎么想过 得到快乐以后呢 如果你没有那么爱 那你就不要跟我说你爱我 你那时候那么认真地跟我说 你是真的喜欢我 你是真的爱我 我才跟你就是不要的这个人 你明明不爱我 却还跟我说 我爱你 你不知道我爱你这三个字 是不能随便乱说的吗 当一个女人将我爱你这三个字 放在心里面的时候 就是这个女人 已经让你走进她的心里了 如果你没有打算 爱一个女人很久很久 就请你不要对她说 我爱你 因为我们女人很傻 知道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永远 但偏偏 爱这个字 对我们女人来说 就是一种永远 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 请你不要对女人说我爱你 也请你不要再问我 你是不是一个值得爱的男人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一直逃我给你 去谈论我们的未来 你希望在结婚前 我们都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自己的车子 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车子 自己的房子 甚至我们的存款 至少要有七位数 那时候我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我做得到吗 可是她不一样 我记得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才 第三个礼拜吧 第三个礼拜吧 我随口问了她一句 我说 我们结婚好不好 她那时候明明知道 我没有车子 没有房子 我的存款也才七万块而已 可是她还是笑着牵着我的手 点头答应你 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 我是在她心中 那个被我摸属的人 有时候 要在爱情里面找到幸福 真的是需要冲动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该不会是专程来等我的吧 你要是没什么话要讲 那我走了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 想要跟一个人在一起 真的有这么复杂 有这么难吗 有时候 有时候 要在爱情里面找到幸福 真的是需要冲动的 如果 你现在可以对我说 不爱你 并且让我感觉到 我就是你心里那一个 对我莫属的人 也许 就没有这么复杂 也许 就没有这么难 算了 那我会说 算了 我突然有什么事 对我 在一起 我都没有这么多 没什么事 我都没有怎么办 没有什么事 你 他就有什么事 你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一直逃避 去谈论我们的未来 你需要的 只是一个陪伴你 一个可以完成你梦想的人 自愈那个人是不是我 对你来说更不重要 每一次面对爱情 我都认定这个人 是我要跟他走一辈子的人 因为我们要一起走很久很久 所以我一直很小心翼翼的 呵护着 但今天 我曾经这么用力爱过的人 竟然跟我说 我的爱情里 是有计划 没有他 我承认 我很受打击 很受伤 但我不想就这样认定 是我做错了 我想 也许只是我还没有遇到 那个对的人 我会遇到那个人的 对吧 我应该是不一样的 你好 你别跟他 这儿 我们有一个 3钰 4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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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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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钰 8钰 5钰 谁 你 我的心 我心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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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简单一句我爱你 你却说不出口 是因为对我留言 我还不够好 我还不够完美 还是 我比想象中的更喜欢你 更爱你 所以我才 你才说不出口 爱我 真的有这么美吗